那个鬼屋毁了女孩的一声 不真理 来还注意到一个鬼屋 想和女孩一起玩 女孩害怕脚势拒绝 男孩靠近女孩的耳边说 有我在你别怕 他们进了鬼屋 在鬼屋里 男孩紧握住女孩的手 昏暗的灯光下 挂满蜘蛛网的墙 感到害怕 突然有个鬼从后面爆出来 女孩吓哭了 男孩紧紧地抱住女孩 直到鬼离开 两人继续听见前行 一阵哭声把男孩女孩吓哆嗦 女孩坐在地上 突然一片漆黑 两个人在鬼屋里呼唤着对方 女孩的声音好像离男孩的声音越来越远 男孩着急了 一边走一边摸索着女孩的位置 男孩临近一动往洞口走去 男孩明明模糊看到了洞口的光芒 在门口 男孩发现老板不见了 他看见桌上老板的电脑 上去查看监控 可是里面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又怕进去与女孩错过 便在门口等待女孩 男孩儿想把灯打开 可怎么也找不到电脑 男孩悔恨自己没有牵住女孩的手 悔恨自己带女孩来鬼屋 让自己最爱的女孩儿在里面承受恐怖 男孩儿坐在地上痛哭起来 到了晚上 古真人多了起来 就是找不到老板的身影 男孩忍不住去找女孩 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 男孩儿开始胡思乱想 觉得里面很诡异 紧张地跑出了鬼屋 男孩儿报了警 很快警察就来了 男孩儿给警察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警察告诉男孩儿回家等消息 男孩儿却几天七夜没离开鬼屋 直到警察放弃调查 老板下落不明 鬼屋的工作人员也没了音讯 女孩儿也是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男孩儿将鬼屋埋了下来 鬼屋原封不动 男孩儿是老板 鬼屋不对外开放 是男孩儿想念女孩儿的 这家鬼屋的设备很陈旧 男孩儿哪都不去 直到有一天 男孩儿接了一个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 警察告诉男孩儿 当年的那个案子破了 和女孩儿有关 当年的员工和老板 是外卖女孩儿的犯人 他们把女孩儿卖到了山上 得了很多钱 他们在其他城市吃香的喝奶的 可女孩儿在山上受到了 那些人的调戏和侮辱 身体也被糟蹋了无数次 几十年 女孩儿一个人度过了昏暗的日子 她生下了三个小孩儿 孩子的爸爸都不知道是谁 但每一次被强暴 到了晚上 女孩儿的慧儿流下眼泪 在山上没有人心疼她 也没有人同情她 那些妇女骂她勾引自己的丈夫 说她是个下贱的狐狸精 那些男人每天用猥琐的眼神看着她 可她还得回到那个乱糟糟的地方 有人买下了她的三个孩子 一年内就把她扫地出门 女孩儿忍了五年 最后忍不住了 女孩儿找不到求救的地方 她开始一个人跑 像疯了一样往远处跑 她跑的地方越远 越是看到了生命的稻草 她找到马路 已经没有力气了 女孩儿的眼里没有了光芒 她用最后一点力气喊出男孩的名字 女孩儿倒下了 从此 这个世界再也没有这个爱笑的女孩儿了 女孩儿还是穿着当年的裙子 手腕上还是当年男孩儿送给女孩儿的手链 男孩儿没有说一句话 也没有哭 跪在地上紧紧地握住女孩儿的手 这时男孩儿发现了一张纸条 支持我下去的希望就是你 我爱你 纸条被男孩儿的眼泪打湿了 然后对一旁的警察说 我不怕鬼 可他怕鬼 警察感动地哭了 男孩儿也去陪女孩儿了 警察在鬼屋前种了一棵树 来纪念男孩儿和女孩儿的爱情 得晕